工行 招行 庭安三家货批银行 深陷基金投顾尴尬期 投顾第二批试点券商已经陆续 首批货批的银行 为何迟迟不见进展 近日有消息称 有两家货批试点银行 暂缓了这项业务的推进工作 确实有这个情况 主要是涉及双层监管 加上近期出台的一系列规范文件 监管越来越明晰 对银行来说 挑战也就更加明显了 另有业内人士预测 未来银行的基金投顾试点展业 可能会分两步走 即先与券商等机构合作 在陆续展开自有投顾业务 不排除将相关业务放入理财子公司 此前 第二批基金投顾业务试点获批券商中 已有招商证券 国信证券 东方证券正式展业 首批展业的国联证券 银河证券 国泰军安 中金公司 华泰证券 中信箭头 申问洪源已经展业一年多 该人士表示 按照基金投顾业务试点流程 试点机构首先要通过答辩等环节 并拿到证监会的无意意涵 然后根据各自布局做人力以及系统方面的准备 并通过证监会的现场检查 最后才能拿到展业通知 而且每年要进行一次展期 其中 有招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该行是第一个拿到试点资格的银行 但因为涉及新型业务需要一个过程 具体进展还没有通知 但他透露 未来展业模式可能分为按投资收益收报酬 和按本金规模收报酬两种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通知还对非持牌机构提出了几点关键要求 其中明确指出 提供基金投资组合策略 建议活动属于基金投顾业务 需有专业持牌机构统一经营 此前有观点认为 鉴于多数银行推出的传统智能投顾投资范围更广 银行全力推进基金投顾试点或在一定程度上压缩 保险 信波等的销售空间